看到南韓的這個飛機 到處在全世界各國做生意 還有新加坡的航空展 也看到了南韓的特技小組 他們的飛行隊 這樣特別飛過去表演 好像很風光對不對 看得起來呢 我們現在台灣是不是 也要正摔起壁 好好集起直追呢 因為就有報導出來 我們自製的漢翔公司 當年是非常風光的 現在打算要加速 製造了這個研發 新型的攻擊型教練機的計畫 到底好不好呢 繼續問校偉哥 其實台灣有個很重要的生意 對國際的這些軍武市場 這些軍武的這些大戶來說 也是在基於的一個市場 就是什麼 我們的高級教練機的換裝計畫 這個都有生意可以做 對 其實這個AT5的這個事情 其實大概基本上 也就是大概差不多兩年 或甚至三年多以前 那個時候就因為 其實我們的AT3 基本上那時候已經完成了 那個一階段的延售以後 就變成說你二階段 那因為如果說你現在開始 要構思我們的未來的 下一代的高級教練機 你從來開始買 買到它真的能夠進來 成軍服役對不對 大概也還要十幾二十年 所以說你AT3那個時候 能不能撐到那個時候 如果要撐到那個時候 你就必須要做一些 適當的延售 所以那時候漢翔公司 其實在他們之前的董事長 有提出一個計畫 就是研發AT5教練機 AT5教練機 其實他們那時候 有好幾種共型來思索 來發展的 就是包括有一種最簡單的 他們那時候希望從AT3 去做一些小修改 就重新生產 當然這個案子最後就被打槍了 另外還有一些案子 就是由FCK-1 巾國戰鬥機 基本上來說不改 但是就把他們發動機 改成一個什麼呢 就是沒有後燃器的 然後它能夠 就是說能夠做這種 線船飛控等等 另外它上面一些 攻擊性的武器 航電等等 也會做一些簡化 減輕重量 來做一個高級教練機 當然他們那時候 本來還有一個第三個計畫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也是利用這個飛機的外型 然後把它縮小一點 然後做一個單發動機的 這個單發動機版 所以有人說後來AT5 很可能就是依照那個構型 就其中一個計畫成功 對 希望能夠按照 那個計畫發展下去 但是現在漢翔也說 其實說真的啦 說目前來講 國內空軍 他們跟空軍撿爆以後 現在空軍給他們的觀念 就是說給他們的概念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現在空軍也沒什麼錢啦 又是沒錢 對 沒什麼錢 所以這個新聞可能 最後又很難過 又說因為沒什麼錢 所以暫時不買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空軍真正想要買什麼 其實他們一直從以前到現在 他們所評估過的 當然前一陣子 因為T-50跑來台灣 大家就覺得 這個韓國如果要賣個T-50給我們 我們一定群情激憤 非常奮看 因為開什麼玩笑 怎麼可以買韓國 對 我們可以做FCK-1 金國戰機 他們的T-50 還是當時那個金國戰機完工以後 有一小部分的這個 就是系統整合的工程師 大概十幾個人左右 十來個人左右 跑去韓國 所以我們怎麼能跟他們買 對 我們怎麼可以跟他們買 就太丟人了 對 所以空軍其實後來 他們其實最向重的 最在意的飛機叫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M-346 這個M-346 你看這個飛機好像 大家一看 怎麼搞的 跟T-50有點像 但是不是很像 但是突然發現 大家覺得最像是跟什麼 最像呢 是跟中國大陸做的煉食物 煉食物會非常像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飛機 它是俄羅斯一家公司 亞克列夫做的亞克130 後來跟一家義大利的公司 叫Aromachy 然後等於說合作以後 因為亞克希望把他的教練機 賣到西方嘛 對不對 那西方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他就必須要找一個西方的公司 所以他們就合作 那洛克希的馬丁 又跟這個Aromachy也合作 對不對 所以你看整個故事就串起來了 所以變成說 空軍最主義的 現在是這個 其實應該是這個飛機才對 所以當然未來 如果說那個 我們現在總統也指示了 這個未來的高級教練機 要國機國照 但是能不能照得下去 就看那個馬總統 希望跟現實是另外兩回事 就看馬總統 你給不給我們空軍錢啦 哦 原來是有這樣子的一些關聯 但是我們